好,3,2,1 大家好,我是... 今天是誰? 我還是會對著鏡頭講一次嗎? 大家好,妳是? 我是智商心理師,全國聯合會的雅琳 我是智商心理師姐2020的智商心理師姐的造集人 我是卡翔,然後我們兩位都是智商心理師 然後在今天是11月21號的智商心理師姐 然後我們其實有邀請了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來接受我們的採訪 對,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蠻認識... 非常好,我叫唐鳳 為什麼我們會邀請唐鳳在這次的智商心理師姐 當然讓我們的貴賓接受我們的採訪了 好,那我先說一下 在幾年前我在電視機前面看到唐鳳的時候 我有點驚畏天人 那我驚畏天人的一個部分就是說 怎麼會有一個人講話 會讓人家那麼想要聽他說話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是他的情緒啊 非常非常的平穩 所以這個非常的吸引我 最重要的是我就很仔細的聽他說的話之後 我有一個很...因為我自己是智商心理師 然後通常是在專業人員上面比較看得到的特質 但是我覺得他身上也看到了 我覺得他有一種很開放的心 然後當他跟你在對談的時候 那一種很接納的那一份心跟胸懷啊 所以我就...我就開始追蹤他 然後一直到... 一直到有一次我又特別看了一個報章雜誌的一個報導 又提到說他有在做好幾年的心理治療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好奇就是說 他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下 會進行這個心理治療 而又對他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相信以他的經驗啊 一定可以對很多人產生一些啟發 所以才產生我們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構思 是 所以我們其實也蠻想問一下 就是唐鳳的就是 是在什麼樣的能機緣下 你去接受這個心理諮商 對 我在接受的那個叫做古典式的精神分析 可以說是有心理諮商這個行業以前的心理諮商 因為它是最古老的一個傳統嘛 從佛洛伊德的傳統 那當時是我記得是參加一個研討會 然後在那個研討會上面認識了 主要是法國的APF的一些朋友們 當時他們的一些著作啊 在台灣翻譯啊 出版等等 那也介紹了他們的學說 那裡面就有一位朋友 我就覺得蠻投緣的 他的分享跟我 當時就是因為我以前去認識 好比像說像拉綱啊等等 都是從文學啊 藝術啊 哲學欣賞那種角度 因為同時在台灣也有很多人 從這些角度來研究嘛 但是沒有說好像 他是一個專業的心理諮商師的那個角度 來去分析他 那所以我就發現說 從這個角度來了解的時候 他看到的那個風景 跟你把它當作是文學的 哲學的大師的風景 完全是不一樣的 他非常的personal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後來我常常去法國 我就跟其中之前來台的一位 這個分析師有約好 就是說我去法國的時候 就在他的工作室 那每個禮拜呢 就是有四天 每天就是剛好四十五分鐘 大概都在下午的時候 會在他的那個長椅上面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他也沒有覺得說 要設定一個治療目標啊 要設立一個治療計劃啊 都沒有 他只是告訴我說 如果我想要看得懂 就是像巴桑啊 或者其他的這些精神分析家 寫的這些文字的話 我自己沒有經驗是絕對看不懂的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就開始跟他一起工作 當然我也不可能一直住在法國 所以當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就是用視訊的軟體 那但是仍然是在一張長椅上面 那把他這個鏡頭架在 類似於在他工作室裡面 看我的那個位置 然後一樣就是當時就是每天的接近半夜的時候 因為他的下午就是我們的半夜嘛 那一樣是每周四天 每天四十五分鐘 就這樣一起工作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那但是呢 當然就是到了2016年 就是我入閣之後 因為我們當時的約定是 我每半年一定要先去看看他實體的工作 之後再用遠距的方式延續我們工作 但是呢其實我就發現我沒有私人行程 我一旦入閣之後 我如果一天到晚跑法國 那在國際上面都有外交意義的 大家會認為說 是不是要建交了還是怎麼樣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後來大概到2017年初 我就沒有再跟我跟法國的這個心理師一起工作 但是中間我們一起工作了大概五年左右的時間 五六年 那我也很好奇 因為一般人在接受這樣的心理智商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些顧忌 你當初在接受的時候 心裡面有一些顧忌吧 嗯 對其實因為對我來講 我以就是概念哲學的這個角度 去接觸佛洛伊德 去接觸Melanic Client 去接觸Beyond 去接觸這些或者Winicott等等的這些想法 其實這些在好比張說Winicott 他有一個夠好的照顧者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或者是說一個過度的課題 他可以用一個過度的空間 那這個過度的空間裡面 大家一面玩 但是一面也在做認真的互相學習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工作上非常常用的這些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當時我聽到他們的這個就是精神分析學會 應該是主席吧 或前任主席說 但是如果你沒有當過個案 你沒有躺在場椅上 你其實不真正知道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這對我很觸動 就我覺得說好像知識上的理解是一回事 但是體驗感受 這完全另外一件事 言教跟深教呢 你言教這邊聽的再多 還不如你在躺椅上面躺個一兩年 所以在當時當然 一方面覺得我花那麼多時間這個值得嗎 那但是二方面也覺得說 確實就是進入這樣子的工作關係之後 大概一兩年 確實也覺得說 真的好像人家寫的字不是字面上的意義 真的要體驗過才能瞭解 看再多怎麼潛水 看再多怎麼游泳 你不下水沒有什麼用 你剛剛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 你說 這麼多年的一個心理治療的一個過程 你覺得對你後來是很有幫助的 我很想了解 你覺得對你的幫助是什麼 對 其實大概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說 我在心裡面就有一個 就是我的分析師的一個形象 對 那所以呢 等於是說 我的就是Ego Function 我的自我功能裡面 有一個它能夠補足的這個形象 以至於我之後 碰到有任何情況 有任何困擾等等 我心裡好像留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可以讓我很快的 就從一個可能情緒一下受別人影響的狀況 變成一個 那我又好像是 坐在這個治療師分析師的位置上的那個人 等於可以從他的目光 跟我在常語上的兩個狀況中間 去做一個切換 那所以 這個等於在心裡裡面 這個叫做包容容納的這個能力 因此而增強了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因為我自己呢 在經過想到什麼都講什麼的 這個過程之後 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 其實也不是Girgat的母語 所以呢 我就練習到了 我用英文可以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的這樣子一種能力 不會再有覺得好像是 我要在腦裡先翻譯啊 這個字的文法對嗎 這樣子講 會不會不是常用法啊 什麼都沒有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包含我在CNN啊 BBC啊 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完全不假思索 就可以聽到什麼 立刻就講出來 因為我在腦裡就不會 再有一個好像 自己去sensor自己的 這樣子一個狀況 我真的能夠做到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我有點驚訝 原來是因為這樣子 是 好 那我接著很想要多了解 就是說 你在大概是有六年的這樣的一個 做一個心理治療的過程 有沒有你印象很深刻的片段 對 我記得有兩個片段 一個是說 他告訴我說 他們的學會 也在討論說 這樣子透過視訊 到底能不能算做精神分析 因為我們知道說 一般來講 治療是他的詮釋 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想要造成這個治療結構裡面 我透露更多嘛 我能夠更放得下心來 想到什麼就告訴他 但是呢 他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說 原來我所懂的這一套VR啊 或者是大家共同在場的這個設備啊 等等 他好像反過來 對於治療師的工作 產生了詮釋的作用 也就是說 這個治療關係 在他面對面的場景 跟他遠距的場景 遠距我們聽得清楚的場景 跟看得清楚的場景 等等的狀況不同的時候 好像對於這個學門本身的方法論 也開始產生了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呢 後來他就跟我說 我們治療結束之前 大概最後有幾個closure的session 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他面對面跟我工作的時候 做的是精神分析的工作 但是我們後來 越來越多時間 是遠距的時候 他覺得這是另外一種什麼東西 那我如果真的因為這樣子培養了什麼能力 或者被賦予了什麼樣的能力的話 他覺得說不定中間的這個螢幕 這個數位的空間 他不是純粹是他跟我的工作 而是這個空間本身 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治療的性質 已經超出傳統精神分析的範圍了 他這樣子跟我講 這個我就覺得 原來我也可以對這個有一些貢獻嗎 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那我很好奇 你後來用這樣的視訊 然後多了一個這樣的空間之後 他會覺得那個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對 因為大概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好比像說在台北在下大雨 那它那邊天氣是非常好的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治療關係裡面 我們說這個report 就是雙方互相支持彼此的那種感受 我們最常常講的就是 這個雨下的很大 或者是今天天氣不是不錯嗎 什麼之類 那是一個我們共享的一個社會物件 你就是要我們就要破冰 的時候這個是最簡單的 但是在視訊的時候 或者是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剛好相反 他提醒了我們說 你是下午我是半夜 你那邊是晴天 我這邊在下大雷雨等等 他反而是把雙方的差異凸顯了 而不是把雙方共同在場凸顯了 那所以這個就造成一個相當不同的一個結構會出現 那這個差異會不會讓你跟你的治療師 會覺得彼此的那一種相互的接近 接觸啊交流啊 會覺得沒有當初你們面對面的時候 那麼的情境 他會變成是說 等於是說我要先理解到他的工作方式 再在我的腦裡複製一份他的工作方式 等於變成我好像對著自己 然後那個視訊的鏡子變成好像一面鏡子 變成我要成為我自己的治療師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好有意思 就講到通訊智商了 就覺得好有意思 這麼的一個空間 這麼的一個空間 反而好像有一點像是一個過渡課題的感覺 是啊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過渡空間 Transitional Space 對 那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我剛才聽到一件事情是好像 彼此之間我跟治療師 我跟心理師的一些互動 好像那個有一個彼此位置的一些挪移的那個狀態 可是我剛才想就是 唐鳳其實也經驗過了一個是實體的狀態 對 跟一個是視訊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兩個狀態對於現代人來講 都是一個蠻陌生的經驗 所以也會很想問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邀請你去針對心理至上 或者是心理治療這件事情 如果你要稍微形容它 或者你要稍微給它一個譬喻 你覺得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形容心理至上 對啊 其實我們就大概我的想法 就是我們延伸剛剛照鏡子的那個譬喻 就是說為什麼你需要照鏡子呢 當然是因為我們自己臉上有很多角度 我們自己的眼睛是看不見的 所以心理師就好像給你一面鏡子 讓你能夠看見你的心理的各個角落 並且還會給你一些想法 說你可以用怎麼樣的方法來描述 你心理這些角落的這些狀態 當你能夠把它描述出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變成好像是說 我沒有辦法描述我心理的狀態 我就必須要在世界上造成一些擾亂 或者是一些困擾 讓別人代替我描述我心理的這些不舒服的狀態 這叫acting out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變成了我的功能裡面 多了一個隨時在心理可以為自己照鏡子 叫reflection的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就是把一面 一開始是外面慢慢安裝到內心裡的鏡子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唐鳳可以這樣講嗎 這個心理治療的過程 其實也讓你後來在整個內在狀態的親民也好 安頓也好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絕對是很有幫助的 那如果可以 還有一點 如果可以有機會 可不可以跟民眾分享一下 你會覺得心理諮商也好 對於民眾如果有困頓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台灣民眾 其實對於心理諮商 其實他們會有一些污名 有一些擔心 他們會覺得說我是不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特別要採訪唐鳳 就是我們讓大家看到一個 我們覺得那麼欣賞的一個人 他也是經過諮商的 就是一個超前部署 你不是要等到牙齒都注光了才去看牙醫 不是等到了染上肺病才戴口罩 當然不是這樣 而是隨時都要去保持一個健康的一個身體 那就像每天都要刷牙一樣 其實對很多在古典精神分析架構裡面 真的就是那樣子一個時間 我自然就安頓下來 然後自然就會即使是 那一天不是分析的日子 因為每個禮拜只有四天是分析 我在另外三天裡面 差不多到那個時間 我也會覺得說 好啊那我心理就放空 我也不一定要急著做什麼等等 它會有一個節奏感 所以就像你每天會刷牙一樣 每天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自己身心安頓 那心理諮商是其中一個方法 謝謝 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自殺心理世界》的題目 它其實叫做讓我能見 是啊 然後我們也蠻想問一下就是 讓唐鳳去 因為我覺得我剛剛其實討論很多 就是不同的視角那些東西 對 所以我們也想問一下就是 你覺得人與人之間啊 要怎麼樣讓那個看見發生 或者你怎麼去思考這個讓我看見你 它為什麼會被我們拿來做一個主題這樣子 對 我覺得當然人都 如果是有視覺功能的話 都可以看嘛 是 看是沒有問題的 對 可是我想看跟看見還是不一樣的 看的話只是說 好像你的身影映入了我的視野 但是見的話 它是有點像有一個見解 就是我的心裡面 要有一個你的形象 這個形象呢 即使你離開我的視野 還在繼續跟我互動 這是像是我們只要有聽覺功能 都會聽嘛 但是你要傾聽 就是願意讓你自己 因為對方的言語而傾斜 這樣子的話 你心裡才會有對方言語 帶來的這種觸動 所以讓自己願意為對方而改變 就是從看到看見 從聽到傾聽的這個差別 我很喜歡你剛才講的那個概念 因為你剛才講的一件事情是 好像當你跟你的製造師工作 一段時間之後 彷彿你的製造師某個程度 它住進了你的心裡面 然後擴充了那種看見跟那個濃感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也跟我們這一次的 智商心理事件的那個主軸 其實是有點相似的 因為我們會認為就是 的確在心理智商的那個過程中 當心理師能夠真正的 走進個案的世界裡面 瞭解他的感受 然後以用智商心理師的眼睛 去看見個案的之間的生命 我們的想法是 其實心理智商的價值 跟他心理智商的一些療癇 就在這邊 確實如此 確實如此 好 那 好 我們大概你的訪談 會先在這個地方 先搞一個訪問 沒問題 這樣可以嗎 OK 不會那個學術名詞太多 應該還OK 不會 因為教得很清楚 謝謝 我覺得講得超好 謝謝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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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了 嗯 嗯 那這樣我們是要錄下一段 對 錄下一段 對 可是你要 對 你是想要做接下來的那個部分嗎 好啊 可以說一下 有一個幻場 有一個幻場 但是先錄完這個轉好 對 好啊 這樣可以嗎 沒有 可以開始了 欸 他在錄影中 他在錄影中 我幫你用一下 喔 你需要換裝嗎 就是脫掉 而且剛才一定都這樣子 對 這樣也沒關係 OK嗎 OK 好 應該不會有人注意到吧 管他對 好 OK 好 OK 好 那沒講好 對 太明顯 你要幫他講嗎 因為其實我們還沒有那麼敢 好可以 你幫他講 好 你幫他講一下 好 那好 可以 好 OK OK 好 好 在那個智商心理師的訓練裡面 我們有一個訓練就是要擔任治療師這個過程呢 他要做很多的個案的練習 對啊 那我覺得您呢很擅長傾聽 所以我在想說我能不能邀請你來進行一段呢 由唐鳳寧來擔任治療師 所以您就是我的督道囉 對 我會在旁邊擔任督道 然後我幫你找了一位客人 然後我們來進行一個大概是五分鐘的一個模擬 好 那看看待會兒唐鳳能不能過關喔 沒問題 好 謝謝督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 就一個新卡 嗯 好 那我就直接入卡 好 可以 請坐 好 好 我要當過 嗯 好 等一下等一下 讓我留意一下 進入狀況 你只會很久 我想要書記一下 嗯 好 因為他待會兒還會再有一段就是進去這樣 對對對 他補入 那你市長先補出去 那 但是他這段中間有沒有操 他不會 他不會 他會中間操 是你操 不會 不會 對對對 喔 好結像他嗎 那你拿來調整技巧 沒關係 我們時間應該很充裕 我也可以 對 那我們這邊也Keep her喔 呵呵呵 呵呵 我們常看得到幹的 嗯 嗯 好耶 嗯 沒有給他 OK 我來想一下我哥還要留身嗎 有啦 我有選配了 對 嗯 對啊 我覺得我沒有錄腳 等一下 而且全台灣可能只有你是第一個接受這樣的 智商的 真的 超前腹 超前腹 真的 好 那我們這邊OK了 好 來 請 湯老師 我前幾天Google發現我跟你童年 然後我發現 我發現 我覺得你好像很優秀 可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一事無成 然後 我覺得我做什麼事情都不對 我想要知道 怎麼樣才可以跟你一樣 你說跟我一樣的信湯嗎 不是啊 我想要讓我的人生有一點價值 我覺得我好像都已經 三四十歲了 但人生都是一無四處 然後 家人也都不肯定我 嗯 然後去怎麼辦 嗯 你有哪些家人啊 我有哪些家人啊 我有哪些家人啊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還有一個哥哥 所以三位是偶爾會肯定你嗎 有哪一位比較肯定你的 哪一位比較肯定我 嗯 總有一個稍微比較肯定你的 他們每次都罵我 嗯 好啦有媽媽啦 有媽媽嘛 媽媽跟你比較親密 勉強 是這樣子 嗯 那你以前你記不記得 好比像說 你媽媽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2月7號 對嘛 那你2月7號有跟她說什麼話嗎 有什麼好的互動 就跟她說 母親節快樂 啊 但是因為她也沒有很肯定我 所以我要跟她講那種母親節快樂 真的齁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媽媽聽到你跟她說生日快樂 她心情有變好嗎 我覺得應該有一點點 對嘛 那就是有貢獻嗎 因為我對我媽媽有貢獻 對啊 可是我覺得我人生整個卡住了啊 就是大家好像就買房的買房 買車的買車 有小孩的有小孩 嗯 我就 也什麼都沒有啊 可是這個貢獻 讓媽媽開心的貢獻 嗯 跟別人比起來 我覺得她還是差很多 嗯 您會覺得說 你的小孩 您現在有小孩嗎 沒有 你會希望她在你生日的時候跟你說什麼呢 我會希望她要我生日的時候跟我說生日快樂啊 對啊 其實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什麼比這個重要 可是大家都要有一邊是社會價值 社會地位啊 我看你是政委 嗯 然後還可以在這邊被我請教 嗯 那你不覺得這樣子你比較厲害 嗯 我其實會覺得說 因為其實我自己啊 也是 會固定跟我媽媽 其實她也上個禮拜才生日 我也是專程回去淡水 去跟她說生日快樂 那是我自己最開心的時候 那那時候我覺得 欸我比當成為什麼 都有價值 所以我只要讓我身邊的人開心 嗯 就可以了 沒錯 啊房子呢 你會覺得說 有房子這件事情 是房子會跟你說生日快樂 還是房子會怎麼樣安慰你嗎 可是我看了在IG上面大家都有那些 嗯 嗯 好像他們比較成功 是嗎 你會專門去追蹤有房子的IG嗎 房仲還是 看起來 信義房子 沒有 他們看起來好像很成功的人啊 就網紅 就看他們都好像很好看 生活都過得很好 可是我沒有覺得生活過得好 嗯 那所以我剛剛想要講的是說 聽起來就是你覺得說 這些有成功人士啦 我們把它叫成功人士好不好 嗯 可以在IG上看起來這麼開心 嗯 不是因為他們用什麼濾鏡 而是因為他們有房子 這樣子 他也不全然是只是因為他們有房子 就是他們看起來好像很快樂 可是我不快樂 嗯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快樂 對 好那你可不可以再想一個 除了你跟你媽媽說生日快樂 然後她開心 你也有一點開心嗎 嗯 的時候之外 你還有上次哪一次跟別人互動 好像你也覺得你讓別人高興一點的 那你見到我開心 開心啊當然了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你這邊有個徽章 這個徽章跟我口罩的顏色一樣 對啊 所以你看到我開心 對啊 因為知道說 欸 你所認同的這個價值 跟我認同的價值一樣 所以一看到就很開心 你這個是 這個徽章是土星不成 對啊 因為他都可以招貴人 啊 我想要招貴人 因為我生活好像沒什麼貴人 那這土星是彩虹的顏色 對啊 為什麼是彩虹的顏色 因為我想要照顧多元性別的朋友 或者支持他們 他們不一定要照顧 我想要支持他們 即便我覺得我們又很幸福 對啊 所以可見 不管你自己狀況怎麼樣 總是可以去支持別人 我戴這個口罩也是這樣 好 好 我覺得 我不能演了 看得出來 不是 因為他講得很有道理 我跟他說服了啊 你的心也被他帶走了 對 怎麼會這樣 好 好 獨島出來 來請獨島點評 連獨島都被他收補了 我覺得他講得很對 怎麼會這樣 獨島要講評一下 我剛剛看的時候 他說我真的覺得你好特別啊 你看人的眼神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好想要繼續跟你講話 那一種很全然的打開 然後他想要談些什麼 他不管是在什麼樣的狀態 你都可以提 你的心也都可以承接 這個是所有的治療師裡面的基本訓練喔 而且是很重要的喔 而且這樣訓練好幾年 我可以講一下我身為個案的感覺嗎 行啊 請個案講評 你也是第一次當這個 真的齁 第一次模擬 我想要講一下就是 我剛才其實一直很想要挑戰你 因為 我就會覺得我的人生 就是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你很真誠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誠其實會讓我覺得 我真的不想要一直找你麻煩 即便我覺得我的人生很不幸 然後我很想要有人來幫我解決我的人生 可是因為你很真誠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好像 真的很認真的想要進到我的世界裡面 幫我去處理一些我人生的價值的一些自我的質疑 對 然後 就是苦惡 祝媽媽生日快樂這一招 這個我平常在十五工作上應該不會做啦 但是 但是這個 就是每個人的各種風格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祝媽媽生日快樂還有那個 長到彩虹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是很 因為心理智商很講求那個 here and now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很 很真誠 所以我就覺得我沒辦法挑戰它了 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 立馬把開箱給收服了 對啊對啊 所以呢 那今天呢 唐鳳呢 擔任那個諮商心理師呢 這個個案飲料呢 他是過關的 而且呢 我們還要呢 我們還要送給唐鳳一個聘書 謝謝 這個聘書是 來看一下 我聽一下 我們這個聘書呢 是因為呢 唐鳳他擁有能夠閱讀人心的一個老婆探讀的能力 而且啊 清新脫書 正直溫柔的特質啊 然後持續為台灣的人民啊 謀福祉的行動 所以我們希望他可以跟智商心理師啊 一起 共同的創造 就是台灣人民的心理健康 所以我們要送給他一個聘書 好來 好來 一起開箱 一起來 謝謝 謝謝治療師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我們也想要在這個時間啊 就可以就是一方面跟看影片的大家 以及就是跟全台灣的人民啊 請唐鳳稍微講一下 就是如果對於心理諮商 以及諮商心理系的這個節日啊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跟 不管是諮商心理系也好 或者是對於一般的觀眾也好 你有沒有想要特別跟他們講些什麼話 這樣子 對嗎 對 其實就像剛才講的 我是對哪一經 對這一經 OK 好的 其實就像剛才講的 有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經過鏡子 但是不會花時間去看鏡子裡面的自己 那有時候我們常常會 好像會聽到很多別人講話 但是不一定會想說為什麼他會講這些話 好像只聽到字面的意思 心理諮商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當你採取這樣的行動的時候 就是願意再多花一些時間去 不是只是聽而是傾聽 不是只是看而是看見 在你看見跟聽見別人的時候 你同時也是在讓自己 好像是一個七彩的這個靈靜一樣 就是一個普通的光線進來 你就可以從各種不同 七個不同顏色 紅塵黃衣藍釘子等等的角度 去看到 雖然大家有各種各樣子不同的人生 但是我們到最後都是有一樣的 共同的共好這樣子一種價值 所以你也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所以非常高興有這樣子的一個節日 來慶祝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讓我們繼續彼此互相看見 互相聽見 好 你敢多到說不出話 OK 好 今天是10月21號職商心理事 也是職商心理事全國聯合會10週年的日子 這樣子 邀請全台灣的人民跟我們一起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一起照鏡子 一起好好的分享自己 然後一起好好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是的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好 謝謝 這樣也謝謝 有感覺地方 這是剛才那個站起來的 會不會很難 我可以圖一個結尾 可以 就是從 大家這邊開始 好這邊可以 就變站得很好的 對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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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揮手可以是不是 嗯 就是 他有指揮 對 好 我覺得我只要付著我的結尾這樣嗎 對不對 呃 對沒錯 然後 請問你要不要我keep it roll 收一下你 謝謝 我們預備囉 3 2 1 好 2020的11月21號是 對 清楚 預備囉 3 2 1 好 2020 11月21號是智商心理事節 同時今年也是我們智商心理事全國聯合會的10周年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面選台灣的人可以跟我們智商心理事一起 好好的照鏡子 好好的看自己 同時也在未來的日子裡面一起好好的健康的生活 我們不用最好但是夠好就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